5月22日是聖神降臨節前夕 李斌生主教在聖安多尼堂主持微薩 並為57位來自多個堂區的教友施放堅鎮聖士 主教在講道中指出 堅鎮聖士是指我們領受聖神 也是更新聖士 是更新我們領洗時的盟約 他提到禮儀中透過佛手 讓聖神降臨到我們身上 賜給我們神恩 又以赴柔讓聖神進入我們的靈魂 成為永不磨滅的標記 我們要躺開心靈接受聖神 讓聖神在我們的生命中指引我們 主教又認為領受堅鎮聖士是與基督再次相遇 在聖神的座右下 我們能夠對信仰多一份了解 更懂得跟隨耶穌的教導 他寄與各領受堅鎮聖士的教友 當領受過聖士後 就是開始讚賞各自的中途大事錄的時候 要接受天主的召叫 勇敢地去傳揚福音